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天到厂库了 收到一个快递 是网友朋友给我寄来的罐头 让我给狗狗吃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能收到 网友朋友送来的狗粮,狗罐头 这样能减轻我不少的压力 所以我敢养这么多狗 现在好人是特别的多 非常感谢你们 看看我们家的狗好开心 看到狗罐头又跳又蹦的 你看看跳多高 为了吃马上都成为麻犬了 只有麻犬能跳这么高 这个本来是半狗粮吃的 今天我锁了一箱子 就骗我的罐头非常的多 今天就让它们放纵一下 直接吃了 现在它们半上面的都给它吃了 然后我就能给它倒出来了 狗罐头太像 也不知道里面放的什么东西 我闻起来都私欲大开了 看看它们两个像招了摸一样 疯狂的吃 不知道里面天价的什么 从来没有看它们吃其他东西 能吃这么像过 就是一个狗罐头吃这么像 以后就吃尽了 真厉害 这两个狗我都给它放开了 你看看结果成什么样了 人家七个电动车从我门口过都嘴到这边去了 只要有电动车从我门口过都嘴好远 你看都嘴到这拐弯处了 看它们它们都不回来 看看来往 来复都回来了 来往又跑了看到前面一个供狗了 来往 看到供狗就走不动路了 看看那只春黑的狗 你看看我们家来往尾巴摇的 可能这么那个低姿态 你连都不紧吃 看看我们家来往的动作 小鸟一人的 马上都天地跪倒了 看来我们家的来往是个躲青种 受不了寂寞 哈哈哈哈 看看这个狗啊 是那个厂窟老板的狗啊 眼睛马上都要下了 估计是屁股病了 这个狗也是老狗了 在这来任劳任怨算了 已经估计都好多年了吧 看看眼睛马上都下了 还这么重成的手们看见 眼睛都看不见了 但它是凭着气味 分辨有没有人的 我们家的来往也不愿意走了 老跟着这黑狗 这黑狗除了一身黑啊 我看也没有多帅啊 不过我们来往喜欢 再看看这只老狗吧 真可怜啊 眼睛都下了感觉 他这个老板给他一个破木头 架到这个墙高楼 就当是狗窝楼 看看来往啊 一认识供狗了 就胳膊走着往外拐了啊 就欺负我们家的来往 不要来往欺负这个黑狗 我们来往好远啊 好委屈啊 这个来往就是见色妄议啊 见色妄游 审怕来往此处啊 咬到他心爱的大黑狗啊 我们家的来往就是这么咋 我们家来往就是表忠性的啊 看看我连我自己兄弟都欺负 你看我有短啊你 今天上楼了 看到我们家的小猫咪 哎呦太热了啊 还不下楼弯弯 他就知道在二楼啊 这个猫还是比较单小的 也不愿意跑太远啊 在地上就这样趴着睡着睡着了 这个猫咪喜欢跟人互动啊 你只要拿手去聊聊他 他就拿手来跟你互动 特别的可爱啊 但是这个猫咪呢 是非常懒的啊 都不愿意起来了 就在地上睡着了 哈哈 我家猫咪天天就跟他互动啊 他就咬你 然后呢 他咬不是正咬 他只是压 放到你的手指头上面 点到为止 然后呢 他又喜欢用爪子爪 然后他帮这个简锐的爪子 全部收进去 他从来不长出来 特别的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